妈 这是我男朋友后少 你好 阿姨 我听莎莎说你喜欢吃橘子 所以我给你买了一点 把鞋换了 来 坐 你坐这边 来 莎莎 坐这里 我问你 你一家几口人呢 我还有妹妹在上学 你们家都是干什么的 我爸妈都是农民 那你是干什么的 我这一家公司上班 什么职位 我平时都很闲 偶尔帮员工干一点活 什么 打杂的 你这鱼子也太酸了 你这农村小子 又没有正式工作 找着沙沙 就是想混到城里来 可是我 行了行了 都到饭点了 还要我去给你做饭呢 沙沙 你怎么找一个农村来的土豹子 受不拉击的 你唐一家的小刘 哪里比不上她呀 现在是上市公司的经理助理 一个月好几万呢 来 给小刘打个电话 叫她到咱家来吃饭 叫这个赶快跟打 喂 刘哥 阿姨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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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员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 怎么了 我到五下 哎呀我就说嘛 我们家沙沙最有眼光 刚才啊是跟你闹着玩的 来来来来坐坐坐 你们家沙发呀 我可坐不起 而且以后我不会再联系你们家沙沙了 因为啊她不配 你这么大个老板 偷我老太婆的手拙 今天不说清楚啊 就别想走 你想怎么个说法 赔钱要不然我就报警 到处宣扬 说你是一个小偷 赔多少 十万 十万 太少了吧 怎么能满足你这种 为你仕途的小人呢 我给你一百万 给你一百万 你敢要吗 在我去做饭之前 这个手拙一直是戴在你手上的吧 你这样子做 我可以告你毁放 还有啊 不要瞧不起农村人